所以我們都覺得說我們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當初覺得說難道我們只有這些事情嗎 我們要讓他們的困境要講出來 同時我們也要防止有一天我們變成他們那樣的困境 所以這是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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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聽到沒有說到說公義是你好我好 就是兩人民都站在一個公園的建設地 剛才我聽到他說 在國際上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在海外一些台灣人 有出來發聲 剛才我們自己的國家 沒有帶我們自己台灣來做行動的事情 甚至都沒有標識在台灣 還是說他會去看法 甚至是譴責 都沒有 就是他很曖昧這樣就對了 我感覺這真的是很多時候 不看起來好像很介紹一件的事情 再來就是我們要來討論 有什麼想要... 我們的這個環境者 有什麼想要環境的一件事 在開始的時候 我先說一下我自己的原因好了 就是我在台灣 其實我也是差不多在幾年 我開始去關心這個理解 對... 說明不介紹 對... 那時候是有一個自由徒刑的流動 因為... 要來接台灣的事情就對了 那時候 我有想到這個大陸 已經拿了一段資料過 我看到台中是其中一站 我就想說 這樣我也來參加 來了解說他們是要做什麼 但大家說在台灣 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如果要來情出組織 有什麼台灣人 就對這種自己本身的情出 的分離說 都說很重視 我想說我也來走看看 來了解一下 那天是剛才有一個台中車頭 走到... 他們本來是設定到花台 他說最好是走到原民車站 那天我的機器一早就開始落後 我穿在浴間 走到路面 又走到路面 又走到那裡 沒有誰人看得到 我一邊走 我現在就想說 看他今天都沒有媒體來采放 這就這樣就有事情 走走走走 我問他 社會走那裡的土格人說 你今天在走都沒有看到 我當我好做 那天就認為說 今天你很多人要走 我們要來采放 還是沒有人要采放 都是他們運動要做的事情 不是有人看得到 或是沒有人看得到 是他來選擇 要發聲或是沒有發聲 所以他有我的工作 這樣走 我走一走 我走到像公車頭 我就說不定 他說他跟我說 他們當初是 如果要由他們的地方 逃亡出來 他們怕我們可憐 在這個拜三 我們本身 還會有工業 去辦一個電影 也是演講的 那個小型的說書會 我還會鋪著坐著 賣車 為他台中車頭 這樣一張一張片 我來算看 這樣到成功車後 到原理車站以外 但其實我會想到 跟你很平衡 因為我又有在家 關心這件事 我還可以說 用坐火車的風險 去到任何錢的所在 不都在那裡 當你要踏上自由的土地 要走客人的腳 他現在就放那些關心的照片 你也有放到一盤你的腳 動張 然後你要解肢 就生理會奪 踏上自由土地 你也要去兩隻腳 擱一隻腳 說話跟他都講解 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要像謝小姐 他說 他有什麼想要反應 這件事 這是我個人的心事 這件事 怎麼要看下關心 對 當初 我是因為那個 就是 因為我發現說 主播這個 就是說 他們不是一個很被動的 他們是會起來反抗的 所以 這一群人 就是他們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拿了武器出來 然後就跟解放軍隊打 然後 這一群人 就叫康巴反彈 他們成立一個機構 叫四水六里 四水六里也是那個康底 這個好像是 我們這個地圖上面 好像是一個 就是好像是在他這個 東邊 就是這邊 右邊這邊 這個角落 叫四水六里 就是有四條大河 跟六座高山 所組成高原的地方 然後他們 他們這個地方圍著他們的家裡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取這個母子這樣 然後所有的 康 所有的康 康的這個地方的團結起來 然後他們就開始 跟那個 中國共產黨對他們 然後他們想要保衛他們家裡 保衛他們上司 保衛他們中家 然後 可是 我那時候在網路上 看到的一些資料 就是 大概是中共的資料 比較多 他們就是譴責他們 就是認為說 這些人就是國民黨單 不然的話就是 拿那個美國中情局的錢 然後就是要分裂局 然後所以 對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 我想要了解這個事情 究竟是整個一回事 然後 這些人是真的拿了 美國中情局的錢 那美國為什麼要幫助這些人 然後 然後 還有這裡面 我們台灣跟這裡 這個也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我們那時候那個 紅藏委員會 就是 有 接這些康發的戰士來台灣 然後 就是訓練他們 然後那時候還 就是說反共共同學 所以有點關係 那個 然後在那個 1964年的時候 台灣有一個 那個什麼 反共救國前會 叫做 古政綱 古會長 那個 有一個戰士 他死 他死亡了之後 他還去那個 台北散導師幫他擊敗 所以其實我們跟這個是 給一點點關係 對 然後 然後所以 我想要知道這個真相 所以我才特地去翻對著書 然後 這個 康巴這個組織到現在還在 可是 都是很抱怨的 然後 對 我想說 剛剛 我想剛剛謝教授給我講 就是說 就是 剛出我們 剛出翻證書的目的 就是要想知道說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 然後 到底因為什麼原因 到底因為 到底這個 這個 今天 今天 突破了很多的爭議問題 因緣衝突而來 那我們其實 從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要去了解說 其實 當 我們想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說 當這個 這個霸權 你這個霸權 尤其是東亞新寫這個 中國的霸權 他新寫的時候 他對於周邊民主 周邊的獨立國家 他是怎麼樣破壞 或是他用什麼樣的說詞 來做的 那其實我為什麼會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這本書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們對 對福國特所講的說詞 或他們的姿態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六十年後的今天 或是 或是現在來看 欸 這個要發生 並沒有 並沒有 並沒有結束 而且還在進行 而且那個 說詞都很像 要發展機器 我們跟中國製作 在一起 可以發展機器 可以賺大錢 那我們 也才沒那麼笨 當然是 我們沒有出賣台灣 或是 換成 陀伯特 我們沒有出賣陀伯特 我們只是要利用中國 我們利用中國 我們不會被中國人騙去 但最後結果咧 最後結果是什麼 陀伯特的過程 就是這些 陀伯特的統治基因 你可以說很天真也好 也可以說很一廂情願也好 就認為說 我可以利用中國壯大自己 但最後壯大是什麼 壯大是 到最後是 連自己的土地都沒有 連自己 連自己 腳下的那一塊是怎麼沒有 所以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陀伯特的那個土地 非常非常大 可是咧 一下子 不到一年 就全部沒有 台灣才得到 我不知道那些 講那些話 那些說 我們一定可以 可以說 利用中國 壯大我們自己 我們不會被騙的人 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他們還有這樣的事情 我是覺得說 看到這些事情 我們越看越緊張 越害怕 而不是像他們這樣 老生在在 覺得 哇 前草來了 我覺得不是前草來了 我看我們腳下的鼓勵快不見 這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 會想要把這種說的問題 對 我們有看到 我們手中這個地圖嘛 台灣跟陀伯特 鼓勵是很不一樣 按照他們的發生過的事情 跟一些疑惑 對於歷史方面的問題 其實是在台灣最重要的事情 這些事情也不可能 所以我們沒有電視 他們也放到台灣 又重新上了一次 所以我想 最後我們要來講的是 福伯特 他在我們台灣 他把他 這借進的 一些經驗 所以我這樣就是 就是 以前很多人都會說 他對歷史方面的問題 他做多點數 因為歷史就是 在交位很熟患 因為歷史就是 因為歷史是交位我們 在歷史的策謀裡面 在日來日 在日來日 在日記裡面 讓人們和中國 一樣的策謀 因為這本書 裡面它就講到很多 這個 跟台灣真的是很類似 就是他們 他們福伯特是一個 沒有人承認的 然後 不認為他是一個 獨立的國 他跟我們台灣 現在實在是不像 因為沒有人承認 很少有年來 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對 所以他們在聯合國 碰碟 碰了兩次 1950年到 跟1959年 申請入聯合國 然後在聯合國裡面 那個 衝突然後 那個 各國都 一直都不承認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我們 在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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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前陣子 台灣 有很大的事情 就是前ECFA ECFA 大家都會說 那個媒體 或者說 或者說政府 會跟你講說 它是只要發展經濟 活絡經濟 做大門的事 我是說真的 看圖博特這本書裡面 你就可以了解 那個真的 真的 你們看得會害怕 當初 1950年的時候 那個 他們 中國跟圖博特 也簽了一個 叫做十七點 十七點協議 十七點協議 這個東西 說坦白說 我們平心而論 他們 有一個地方一樣 就要求你 不能承認自己是獨立國家 不能承認自己是獨立國家 但是 人家十七點協議 要 這可以一可以的 比ECFA還好 比ECFA還好 聽起來 比ECFA還好 他的政治組織 全部都保持 他說你的權威地位 在那邊完全不變 然後還給你錢 給你發展經濟 然後 如果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當中國官 他們不能當中國 如果樂樂官 看起來 看起來很好 不到1995 1995 有沒有用 經濟也沒有發展 經濟反而被搞謊 政府不見 政府不見 政權也不見 政府不見 政府不見 人民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機器體系也好 社會體系也好 全部都崩潰了 那 我不知道 簽ECFA的人 有沒有看過自己的一些 人家給的條件 比你更好 不過八年九年就完蛋 你ECFA能升級 只是說真的 越看越看越看越害怕 這個 這個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另外 不能講主權國家 這個也是一樣 很多 很多說 你不要惹 不要惹我中國 然後他們要講 就讓他講 我們好好辦了自己就好 這個說法 跟誰一樣 跟1950年到1995年期間 西藏的這種比較嘎下 嘎下政府裡面所講的 主流論調都一樣 也是這樣講 反正我們就是 有可以控制就好了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就不要跟他講 女權獨立國家 不要惹火他們 然後呢 就是因為你不講 所以1950年 1959年 他們要到聯合國申請 要求 聯合國譴責中國 不是要介入喔 譴責而已喔 人家說這個 你又不是 你全國家 那是你們 你們中國內部的事情 那我們 我們只是稍微 關懷一下 人家連 你連地圈 地件都不讓你弄 之前 人家不是說 國民黨還笑說 阿扁那個 陸聯通投的 陸聯的申請 被人家塞在 從人家 門縫裡家塞進去 人家把他丟掉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不這樣講的 你不去紙張的話 情形比這更差 連進去的機會都沒有 他們當時的情形 1950年 1959年兩次 都是如此 然後等到好不容易的 1962年的時候 相關第三國 印度發生事情嚴重 事情嚴重 開始想要做 對不起 因為印度承認 前面也都不管了 局勢也變了 印度想要 印度是個聯合國的國家 他要提這個案子 都沒有辦法 所以 講出自己的名稱 你知道自己是獨立國家 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我想 現在就 我來接個問 就是說 跟我們當時 做文件跟大約有關係 就是 就是 這一首詩 我來寫一下 這是《尾色》的詩 《尾色》它是 我們這邊有一個介紹 它是 它是 它是藏主 然後我喜歡做文件的法 然後它是一個詩人 然後它寫的這首詩 是為了那個 3月25號 有一個很年輕的 那個